再关心的是消费权益的问题 高铁昨天上午发生了供电系统异常 停电将近两个半小时 大约三万两千名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而立法院明天正好安排了审查交通部预算的议程 交通部长叶匡时今天已经要求高铁局提出检讨和书运报告 而高铁公司今天下午也举行记者会公开表达歉意 但是却表示不会惩处相关的人员 而受到影响的旅客呢 除了退票也不会给予额外的赔偿 对于应变中旅客资讯提供跟沟通不足之处 高铁公司会全力检讨持续来改进 但是高铁局不会惩处相关人员 也只赔偿民众票价没有额外的赔偿 似乎让人觉得诚意有点不足 任何车站它如果说要去退票的话都可以退票 不见得是说选择一定要在特别的赞都可以 就是说他们目前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赔偿的部分 额外没有 至于造成人潮无法疏散 高铁解释当时已经加派接驳车协助分流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还是想等高铁系统恢复 大部分旅客都是选择他要在高铁车站 等我们系统复原 所以大部分旅客都不愿意去搭其他的交通工具 到其他的公路车站去搭车 所以这部分可能是一个旅客的选择 即使高铁人员表达歉意 但发生大规模停驶 如果无法提出让民众满意的赔偿 高铁车票又将涨价恐怕更加让民众留下不好的印象 UDN TV柯市张周思瑜台北报导